这一集我们来探讨年龄的问题 也是六年级数学 注意到年龄的问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 年龄的差距一定是定值 譬如说你跟爸爸的年龄差距 每一年都是定值 不会因为年龄差距而所变化 十年后的你跟 二十年后的你跟爸爸的年龄差距都是一样 譬如说我们看一下 奶奶今年七十岁 孙女今年十岁 今年奶奶跟孙女的年龄差多少 差了七十减十 是不是等于六十岁 十年后呢 奶奶以孙女的年龄差距为多少 仍然都是六十岁 这就是他的意思 年龄要 他的差是成一个定值 这样子就可以方便我们进入了一些问题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一些年龄的问题 好我们首先来看 今年爷爷七十岁 孙女十岁 今年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几倍 后年 第二个问题是 后年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几倍 再过几年 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五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很简单 今年爷爷是孙女的几倍 这一题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等于七十 除以十 七十除以十 所以今年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七倍 对不对 孙女的几倍 后年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几倍 后年要怎么办 后年是不是爷爷的年龄要加上二 后年 明年是加一 后年是加二 那你看孙女也要加二 我们刚才讲过年龄是定值的 年龄的差是定值 所以爷爷既然加了两岁 孙女当然也长了两岁 所以就等于七十二除以十二 会等于六 所以后年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六倍 这两个题目都蛮简单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再过几年 今年爷爷是七十岁 孙女十岁 再过几年 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五倍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 我们先看一下 老师已经画了图 这边是孙女 这是爷爷 爷爷今年是不是七十岁 今年到这边为止是七十岁 那孙女到今年为止是不是十岁 我们尽量对齐右边 好 那爷爷跟孙女的年龄差 是不是七十减十 是不是等于六十岁 这一段是爷爷的年龄 跟孙女的年龄的差距是六十岁 既然是六十岁 那他说再过几年后 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五倍 我们把蓝色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再过几年 从这边开始往后面走 再过了X年 对不对 再过了X年 好 这时候 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的年龄 对不对 爷爷是全部 爷爷是全部 再过几年后 爷爷是全部 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五倍 我们看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对不对 我们前面才学过了 那个基准量跟比较量 这个是他的五倍 所以 10加X 会等于 爷爷的 70加X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算 我们怎么算 我们把 七十岁 减掉原来的 十 六十岁 十岁 是不是有六十岁 六十岁 你看 把它扣掉了 原来有五倍 扣掉一倍 是不是六十岁 是不是等于四倍 所以我们怎么算 六十倍 等于五倍 扣一倍 等于四倍 等于六十 处以四 这一段是多少 同学告诉我 这一段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一段是多少 这一段是不是从这边就可以算出来了 是不是等于十五 这一段是十五 这一段也是十五 每一段都十五 最后这一段也是十五 对不对 这一段也是十五 这十五是什么 十五是不是等于X加十 十五是不是等于X加十 是等于十五 那X怎么算 那X又等于十五 那X算出来是不是等于五 请问你几年后 答案就是五年后 五年后 爷爷的年龄是孙女的五倍 好好的看一下这张图 老师怎么讲解的 注意到这四倍从哪来的 这边一倍抵消了 还有四倍六十除以 所以一倍就是 所以这边呢 X加X四等于十五 那X就可以算出来是五 五 就是五年后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年龄的问题 小文今年十八岁 爸爸四十六岁 几年以前 爸爸的年龄是小文的三倍 这题目 好我们一样来做这个题目 我把图也先画好 来看一下 小文今年十八岁 我们把这从 从这一段到这边 今年是不是十八岁 这个都是今年 这一段是今年的 到这边是今年 那今年爸爸几岁 爸爸到今年是不是四十六岁 我们先算他的差好不好 爸爸跟小文今年差了多少 四十六减十八 是不是差了二十八岁 四十六减十八 是不是差了二十八岁 所以这边是不是 我可以算出来二十八 再来做一次 他说几年以前 从这边要到这边 是不是几年以前 几年以前这一段 到这一段 这样子就变成 爸爸是小文的三倍了 一倍两倍三倍 爸爸是小文的三倍 我要算这一段是多少 这一段是多少 来 好 这一段是不是 把三倍扣掉一倍 这一段是不是两倍 好 这一段就是在做这一个步骤 二十八三倍扣掉一倍 是不是两倍 二十八是不是被两倍来 对不对 两倍的乘起来的 所以一倍等于多少 一倍就是十四 这边算出来 是不是也是十四 是不是也是十四 那这一段呢 这一段告诉我们刚刚 十四加 十四加上 十四加上 十四是否要等于十八 因为小文全部的年龄是十八嘛 十四加上 十四是否等于十八 这一段加这一段 是不是要等于十八 那意思就是说十八减十四 十四是不是就等于十四 等于多少 四 所以答案要先 这一段 X是四年前 所以四年前呢 爸爸的年龄是小文的三倍 这是往前推散 我们刚刚有 爷爷的问题是往后推散 往前推散 也是同样的定理来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题 也是一样算年龄的问题 当小方八岁的时候 妈妈四十岁 现在妈妈年龄是小方的三倍 妈妈是几岁 当小方八岁的时候 妈妈四十岁 当现在妈妈的年龄是小方的三倍 那妈妈是几倍呢 好 我们一样来看题目 老师也是把图画出来了 来看一下 好 小方八岁的时候 在这边这个是八岁的时候 注意到八岁是在这个时段 这个是现在 今年 好 今年的时候 小方八岁的时候 妈妈几岁 妈妈是四十岁 在这边 那我们一样先算 妈妈在四十岁 小方八岁的时候 他们年龄差几岁 因为一样固定的嘛 四十减掉八 是不是三十二岁 妈妈跟小方差了三十二岁 差了三十二岁 请问一下 妈妈现在的年龄是一倍 两倍 三倍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扣掉了两倍 三倍扣掉了一倍 是不是两倍 这里是三十二是不是两倍的间隔 三十二是不是两倍的间隔 那三十二就除以三倍 里面减掉一倍 是不是剩下两倍 那一倍是多少 这样子一倍是多少 一倍就是三十二除以二 十六 这边是十六 这边是不是也是十六 那当然这边也是十六啊 十六是等于 十六是不是等于这边时候是八岁 八加X 八加X等于十六 八加X 八 八加上这边是八 这边是X 八加X要等于这一段十六 那X是不是就等于十六减八 得到八 那十六 这X算出来是八 那妈妈今年几岁呢 再把四十岁加上八 是不是今年就可以算了 四十岁加上八 是不是妈妈今年四十八岁 好 我们举了上面三四种范例 三四种范例都是在算年龄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什么 年龄差固定不变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希望同学能够好好学 好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